各位網友,大家好! 執筆的時候,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和另外三名常委 因為拒絕應警隊國安署要求提供支聯會的資料 事然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捕 連日來,周幸彤都擺出一副有膽你就捉我的高姿態 表明她不會手法之餘,更多曲解法律 誣蔑國安署行動為打壓 還隔空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叫陣 態度之偏執和激進令人執目 周幸彤畢業於英國名牌大學,具大律師資格 有良好的學歷和專業背景 為何會做出公然挑戰法律的舉動呢? 香港教育制度經常被人詬病 教出高分低能之背,是否真的呢? 周幸彤36歲,中學畢業後 成功考入英國名校劍橋大學,成績優異 還獲批在原校攻讀博士學位 其後因事撤學,犯了香港後 入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讀法律 成功獲得大律師資格 這樣的背景,這樣的資歷 為何會成為政治狂義分子? 有人說是因為她從小學開始 就跟她媽媽參加政治集會 長期倚圓木演之下,終於走向極端 對此有人議論紛紛 認為年輕人有獨立思考能力 不會那麼容易被洗腦被激進化 但看回外國的例子 有不少恐怖分子其實都是三高 即高學歷、高收入、高社會地位 2019年發生在斯里蘭卡的 八中年環治殺式恐襲案 導致269人不幸離難 當地的警方公佈了9名撕襲者身份 當中有不少人是受過良好教育 甚至乎是富二代 當中甘於淪為人肉炸彈的恐怖分子 竟然是當地香料富商的兩名三十多歲的兒子 其中弟弟的懷孕妻子 更在警察圍捕時引爆身上的炸彈 與三名孩子和三名警察同歸於盡 恐襲的主謀也是一名航天工程師 走向激進是源於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奮行 有高學歷不一定有高情商 更不一定有高尚的愛國情操 諷刺的是 支聯會在鄒幸彤帶領下 早就不是當年的空懷祖國 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宗旨的支聯會 他本人更多次與不同的分離主義分子交流會面 包括在2016年到印度出席族青年領袖研習營 與多年來大力鼓吹撞獨的達賴喇麻會面 以及在2017年到台灣參加支持台獨和藏獨的組織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活動 周恆和口口聲聲說支聯會不是愛國代理人 而去這樣的往績有說服力嗎 今天他企硬不肯交出支聯會的資料 究竟是因為有更多不可告人的資料 要說資料早就被幾個月前已經著草英國的 支聯會大內總管馮愛玲帶走了呢? 外奸一直質疑被稱為渣時人的馮愛玲 當時撇下了也是支聯會常委的老公梁國華 善行離港婦英 懷疑將支聯會的資金、掃補 甚至其他機密資料帶走 資聯會和周恆彤走上激進化之路並非一朝一夕 反修例暴動中有超過4,000名學生被捕 亦是攬炒派政客 以及一眾外國代理人長期煽動仇中、反中、 仇恨政權的激進化結果 一眾被關押或在囚的年輕黑暴參與者 包括涉嫌在監獄中用朱古力、發甲等物品去拉幫結派 建立勢力的國安疑犯袁家衛 還有人稱立場姐姐的何桂藍 本土派張可心、佔中學生頭領岑奧輝等 全部擁有大學學歷 書讀得一點也不少 但眾人仇恨政府和警隊 越走越激 不約兒童踏上攬炒香港 甚至出賣國家民族之路 這些被捕的、受審的、坐牢的 到了今天看來還是心有不甘 要他們去激進化尚且不容易 那些在2019年黑暴之後 在心中埋下激進化種子的 隱藏在人群裏、學校裏的 我們更難掌握 老師、家長、社工和社會大眾 都要多加警惕關注 不要掉以輕心